華人勳真的是 您剛剛講到的 賣被指控說 你是不是賣了什麼東西 幫助了烏克蘭戰爭 NVIDIA也被點名啊 但是他說我賣的是商用 我怎麼知道你拿去做軍用呢 帥長軍 最近我們講到晶片 之前為了要繞過美國的制裁 所以NVIDIA就幫中國 特別設置了一個 For中國的AI晶片叫H20 結果大陸說不用啊 你賣的CP值就不高 我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自己做了 所以糟 賣不掉了 黃瑞勳怎麼辦 降價求售 就跟蘋果現在一樣 他說這個價格 比華為的AI升騰910B 便宜10%以上 我就是要賣的比 你中國華為更便宜 為什麼 因為我這就For中國 你中國不買 我這些怎麼辦 變垃圾了 就變庫存 對 因為這個H20是比先進的晶片 要降低規格 就是說因為美國禁止是高規格的 他就 我就降低 降低中國大陸有點不情願了 我現在自己發展的晶片 5奈米 對吧 它的什麼叫什麼系統 那個叫 已經可以取代了 以前中國大陸公司 是喜歡買美國貨嘛 現在中國大陸公司買自己的 性能差不多啊 對 那VD要怎麼辦 降價 降價你還會維持這個生產線 再生產這個嗎 有問號 那我今天買你的H20 過兩天斷供了 對 因為你覺得不賺錢嘛 你要降價來賣 你就不是一個有發展潛力的產品嘛 那你會賣完庫存就了結了 那我今天需求單位我買 我買了過兩天要再換 你又沒有 那我怎麼辦 所以這個騰龍系統 華為的系統馬上取代你嘛 這就是啊 美國搞這個小院高牆 打到自己了 是 你VD是美國的公司啊 小院著火了 你自己把自己給限死了嘛 你這個微塵主義自己的涼墨彈藥 都沒有問題了嘛 所以美國還有一個好處 商人會花很多錢去遊說的啦 你等到總統一換 白宮人一換 馬上又可以 又開了啦 就不講話了 你就自己買賣吧 老美是吃這套的 人家我在美國看過很多遊說公司啊 台灣也花了大筆錢了 李登輝到康尼爾 是花很多錢啊 才讓他到康尼爾去演講啊 什麼事就是 你罵大陸貪污 美國的紅包也不少啊 美國叫公關費用 要公關費用 把貪污的東西變成一個合法化 叫系統性貪污 但是接下來我們說 華為之所以會厲害 它現在可以跟NVIDIA呢 它現在有底氣了 不是沒有原因 華為一年在研發的費用上 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 華為是怎麼樣被美國打 沒打趴 現在衝上中國第一 我們先看華為手機好了 華為的手機最近呢 經過了13個季度之後 華為手機今年2024 第一季Q1的出貨量 沒給大家失望吧 6770萬台 重返中國大陸市佔率第一 那蘋果手機呢 抱歉蘋果掰了 以1000萬台的出貨量 排名落到第5 那華為其實啊 不只是它的硬體 它的晶片 包含它的軟體 接下來不用安卓了 接下來它會有自己的鴻蒙系統 目前有4000多款的應用 就是我們說的APP 已經可以跟鴻蒙來共用了 就是鴻蒙裡面可以用這些APP了 大概喔 他說1月18號公佈 就已經有200家 那現在已經有4000多家 短短兩個月時間 鴻蒙原生應用 數量暴增20倍 這代表APP市場其實也非常看好 未來華為鴻蒙會大賣 所以大家才敢投資 那華為到底研發投入了多少費用呢 光是2023年這邊的數據 研發達到人民幣 這個是天價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請教蔡博士 這樣的研發經費在一家公司裡面 到底是大家都是這樣 還是華為真的是天價 人民幣1647億元 各位人民幣 占全年收入23.4% 有哪一家公司會這麼做 10年下來它的累積 費用已經達到了各十百千萬 天啊 11100億人民幣 它光是在解決一些問題的方向 它都是呢提供的獎金 比如說這個舉例2024年 奧林帕斯難題兩大方向 裡面的兩題呢 我要找專家學者 厲害的人來幫我解答 總獎金人民幣200萬 它的研發費用 它的獎金完全都是超乎大家的想像 蔡博士這個金額非常的高 這三個問題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經營決策的一個很大的考驗 第一個產量到底會不會滿足市場的需求 第二個是整個營運的生態 到底量夠不夠 那第三個這是研發費用 我們投資下去多少 這三個議題 就華為來講 第一個議題就是有關於它的手機的生產量 記不記得當時那個Mate60出來的時候 很多美國人都要暢衰 很多國外媒暢衰 哎呀它產量怎麼可能出得來 它7奈米那個晶片量不可能那麼大 量力不可能那麼高 記不記得 對 當時我說沒有困難吧 我說沒有困難嘛 對 可是 現在那些華語他的人現在都不吭聲了 我說一個叫出來 有台灣的 有日本的 有美國的 有歐洲的 現在都不講話了對不對 都是有知名的市場的手機分析師啊 怎麼吭聲呢 為什麼會那麼篤定說 華為的產量沒有問題 當時華為還講說 我們大概保證個3000萬支到4000萬台有沒有 砰 對不起 今年手機就6000萬台對不對 去年還是整個半年對不對 說哎呀你可能這裡有供應鏈問題 現在有什麼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啊 他忽視了一件事情 中國大陸是全世界工業生產基礎 最完整的國家 對 沒有之二 就之二之一 就他 就他 沒有了 所以對華為來講 即使他被封鎖 他每一樣幾乎可以百分之一百 都在中國大陸找到生產廠商 幫你開模 幫你生產 不是問題啊 所以 而且中國大陸 本來不是生產跟手機相關的產品 很多公司臨時轉來做都可以 為什麼 技術是相連通的 而且中國大陸要蓋新廠 拉新廠 升新廠線 不需要像美國 拉到哪一個州去做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 華為只要你有訂單 他就生產得出來 那以光目前出入量排名第一 這個可以說是明治實歸 而且中芯國際產量也出得來啊 晶片也出得來啊 沒有問題啊 而且他很慷慨啊 還把那個記憶體的晶片 分一點給三星跟海力士啊 因為現在三星 海力士啊 記憶體晶片喔 市場不好喔 可以說在水裡面 摸摸摸 可憐 第二件事情就是有關你生態 生態講的就是說 有多少跟你配合的產品 那我們知道手機最重要的 配合產品就是什麼 就是應用APP 如果你應用太少 或者它不可以用 APP被淘汰以外 手機又被淘汰 對啊 Nokia本來也要搞智慧手機 就這樣垮啦 為什麼 因為跟它配合的應用不多嘛 而且華為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 我這樣說喔 華為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他早就掛了 為什麼 他女兒孟晚舟 莫名其妙被她積壓在加拿大 如果不是中國大陸磁力過 立場硬 孟晚舟能回來嗎 不可能 今天也是一樣 你別看華為什麼事件喔 你知道中國大陸啊 政府單位什麼玩 你知道嗎 這個其他國家玩不來的啊 他喔 鼓勵年輕人創業去寫APP 對 舉全國資歷 所有精英都來 你一起幫助華為 華為想說 這不干我的事 這也不是補助喔 你是補助那些什麼大一啊 大三大四 還有補助高中生 我看著想笑 可是你寫有道理啊 那些APP 你說我們這種年紀 怎麼聘得過那些高中生啊 對 要有創意的 對啊 弄很好玩 弄奇怪怪的不斷出來 那你知道 有很多應用的 應用的這種APP 這個週期很短 隨時要淘汰 隨時要換新 他是有個強大的祖國在後面 不然你華為自己什麼去搞啊 那中國大陸有時候問他們說 欸 你大概準備弄了這種APP 我們現在獎勵大概超過多少 一千萬項 我老天女啊 一千萬項啊 哇 那我覺得快了 對啊 因為有時候一個公司 搞個幾千項 幾百項不是問題嘛 可是要經過審核 划不划算 對不對 能掛得上去 排隊的多得很啊 可是競爭的東西 也不只是掛在華為喔 它也可以掛在很多那個 那種什麼 什麼Android啊 小米啊 它可以一物多掛 所以年輕人想想 哎呦 我只要一舉成名天下之 以前日本不是要搞個電子小機有沒有 哇 那給紅了 紅片天下 可是誰會紅 You never know 這個就是好玩在這裡 所以有這個手機遊戲的 有手機什麼書寫軟體的 還有什麼聽音辨識的 還有什麼用手機 這樣可以量距離的 哇 那花樣多得很 可是又有很多人用它活得下來 可是從政府觀念來講 都是反正我培養這一批人 重點是這一批人 不是在意你到時候能夠生產多少 而且很便宜嘛 可是你叫華為就搞得來 他哪找得到很多人 就弄這個東西啊 培養創意啦 對 就是培養創意 而且大學裡面 獎勵大學開課就弄這個東西啊 對 這個有個強大祖國 對華為不是問題 那當然我要勸華為的東西就是說 他目前只能在中國大陸 或者俄羅斯幾個國家賣 為什麼 因為外面還有一個很大的 安卓系統在那邊 對 所以他以前是 鴻蒙是開放跟安卓可以共融 對 那你現在只在中國大陸 沒有錯 你會把安卓打垮 打了什麼 可是你也打不垮小米 小米是安卓啊 對 我是奉獻 這個華為 離開中國大陸的話 可以Duel Mode 雙模式 也可以用安卓 那你拿到海外 因為機器拿到海外才有用處嘛 而且才有更高的市場啊 Duel Mode 對他以前是Duel Mode 就雙模式就沒有問題啊 他才是為了在中國大陸 要佔留市場 這個觀念就是 就是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比亞迪一樣啊 他那個做純粹電動車出來 對不對 可是發現到了中南美洲 不好賣 他沒有電動裝啊 這中國大陸政府會 幫你搞電動裝 中南美洲政府誰 跟你搞電動裝啊 所以他知道搞什麼 他就要去搞油電 油電混合車對不對 後來發現油電混合車還不夠 還要加插電式的油電混合車 萬一人家真的有充電裝 你該怎麼辦 所以比亞迪想通的 要因應不同的國情 去攻占市場 你不能假設墨西哥跟中國一樣 隨便到地方可以找到充電裝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你期待一輩子都不可能 因為那個政府就比較 跟其他地方政府不太一樣 沒有幾個政府 像你中國政府這樣搞的啦 對不對 真的沒有 所以我勸華為還是想一想 另外一款手機 Mate 60 Plus Plus 可以到海外用 再來研發費用 我查了一下 這挺嚇人的 以內耳的百分之二十五 大概是二十五 大概四分之一 我賺的錢四分之一 拿出來研發 這個很大的賭注 萬一研發效果不好 不通通再見 我的意思是 別的公司有可能 他有可能 今天也就是靠以前投資研發 因為他走得很順利 對 你只要向誰研發 蘋果研發汽車 研發電動汽車 一百億美金下去 什麼都沒有 水潑不清對不對 研發本來就有風險 對 就很大的風險 所以要賭到本 我看一下NVIDIA 他的研發費用 只佔他十七個百分之一 對 他越遠高過NVIDIA 所以這個研發本身 就是一個很大的賭注 不確定的比賽 這個就真的靠真本事了 不過當然我們樂見他 花這麼多研發費用 華為以前不是投到電動汽車 花了不少錢 就要賠錢出場對不對 沒有 開始賺了 先開始賺了 余生東說的 所以這個東西 他願意這麼大的賭注 而且每一年都如此 他對自己的信心十足 而且不斷有成果看出來 要不然你要是太久沒有看出來 報告帥董事長 我已經第五年了 研發還沒有成果 可不可以要有錢 就看出了 YouFIRE 這是YouFIRE 對啊 所以剛剛蔡博士 講到了一個重點 其實華為就是怎麼樣 方向走對了 路走對了 所以往前衝是有道理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華為可以被打不死 就是因為它的底氣構 它曾經投了這麼多的研發資金 而且用的人對 對 用的都是最頂尖的人才 這就是華為的底氣 恭喜華為 接下來告訴大家 中國不只有比亞迪 你知道嗎 最近的消息 2024年Q1 中國的汽車有多猛 難怪歐洲這麼怕 美國這麼緊張 不是沒有原因 我們先來看喔 贏過了雙B B&W跟賓士 不可能吧 我告訴你就有可能 而且不是比亞迪 這是中國車廠吉利 全球的銷售量大增 27%到73萬台 真的啊 超車賓士 B&W全球十大 而且全球二十大裡面 中國還有另外四家 比亞迪 中國長安汽車 祈瑞跟上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了 中國的電動車發展速度 是非常的快 而且呢 那中國自己 內捲了一番之後啊 能夠出來的 全是世界二十以內 全世界十大以內啊 請教黃哲緯 黃建長 那中國大陸最厲害 就是它的電池 據說最近有一個新的電池 叫做固態電池 它是電動車的聖杯 那電池呢現在啊 在投資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了 高能量密度 使用期限又變長 充電速度又快 重點是喔 中國大陸冷的地方冷 熱的地方熱 它耐熱又耐寒 誰在發展呢 看到這些就是指標 包含了上汽 包含了廣汽 還有呢 寧德時代 現在都在做 而且寧德時代呢 它算是標竿了嘛 2027年全球固態電池 要批量生產 那廣汽呢 它說固態電池 已經走過實驗階段 接下來要量產了 很快兩年後 2026 如果固態電池成功喔 它會全面取代 這個液態電池 其實電池是 三個主要的組成 正極 負極 中間的電解質 電解質有固體的 有液體的 還有膠態的 那我們大部分看到的 都是液體的 液體的有很多的毛病 第一個毛病它是水對不對 液體的 太冷啊 像有些地方 那個人到零下幾十度 那個會凍住的 就天太冷不行 太熱也不太行 而且因為液態你走 它會晃動 而且它會污染 所以它有太多問題了 那固態的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就是它不會動 第二個因為它是能量很高啊 容量那個電池含量很高 所以同樣的產生這樣大的電 如果是液態的 電池要這麼大 那固態就要這麼小 所以又變輕了 那就可以裝其他很多東西了 對 然後你就知道它 未來一定會取代 這所有的這個叫做液態的這個 但是為什麼現在沒有呢 因為它的很多技術部分 還是沒有突破 而且因為過去所有的產業鏈 都是在做液態的 你今天要改成做固態的 你所有的生產線要全部要換掉 這個要很大的投資 還有一些是它裡面的細部的技術 它有些目前還沒有辦法克服 可是固態是趨勢 這已經全世界所有的大的汽車廠 全都知道 你去研究一下所有的大的汽車廠 只要有做電動車的 都在做固態電池的研發 而且一路過來 大家都曾經充滿了希望的 宣布我們哪一年要開始量產 我們哪一年要開始量產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量產的都在往後延 那這次又有兩個了 我們希望2026它真的能夠量產 因為現在不是做不出 那個固態的電池 而是它的價格太貴 插在這裡 你哪天價格能夠大略的跟液態的 或是沒有那麼貴的時候 就是它普及的時候 這是希望我們很快的能夠看到 真的這天來到電動車 那更是一個不得了的 對 那請教帥將軍 其實大家都在說到底充電是能多快呢 有一個報告是這樣的 他說理想的固態電池的狀態 讓你未來10分鐘充電 至少實現里程數1000公里 這是什麼概念 想不通啊 這個東西很現實啊 對啊 我的車子加滿油 柴油的 開500多公里 它1000公里 對 充電10分鐘 充電10分鐘 它電費能比我的油費貴 我的油費是2000塊台幣 對不對 加滿嘛 而且要跑到加油站 跑到嘉義站 加油站也要5分鐘吧 但是我多了5分鐘充電的話 我跑1000公里 值不值啊 我馬上省2000塊啊 不值啊 還不值啊 因為電費沒那麼貴啊 所以這個問題啊 性價比高的東西永遠會打贏的 對 所以這個中國的電動車 現在面臨只是人家的關稅問題 就是大家都怕嘛 歐洲也怕啊 你這個進來以後 歐洲的車子怎麼辦 只有一個辦法 德國去跟你合作嘛 我打不贏你跟你合作嘛 對不對 那其他的國家呢 法國的 義大利都有車子啊 來 帥像軍 英國 他也不得不用啊 比亞迪幫他出了一款 叫做BD-11的雙層巴士 這個雙層巴士在英國很多啊 很多 英國都是這樣子的 對 然後他續航400公里 400英里的電動車 他要取代陸霸倫敦巴士 對啊 就是說我 我就是比你開得更久嘛 你充電時間又少嘛 因為英國已經打掉市場了 他的雙層巴士都是大陸貨 中國的貨嘛 所以這個東西啊 不怕什麼 不怕什麼 只怕貨比貨 對 他說比一般的 就是英國自己做的電動巴士 便宜多少 10萬英鎊 對啊 而且它到處可以充電 問題就在這裡啊 對 這個東西就是你敢不敢投資 我跟你講華為跟這些 汽車公司都一樣 為什麼 你要經過激烈的競爭 花很多的研發費用 哎 中國大陸也吃了不少悶虧啊 當初發展晶片的時候 什麼紫光集團騙了他多少錢啊 講到這個菜才不是 我罵了快六年 就是說你要敢賭啊 你怎麼知道哪一家會成功 清華紫光是亂搞啊 對嘛 就是你用人用不到嘛 你投資選擇那些 那些花言巧語的那你沒辦法 清冷財被雙規啊 一堆也沒雙規啊 對 雙規也是最有應得嘛 但是汽車公司 經過這麼多內捲 能夠生存的哪裡是便宜貨啊 就好像你考取台大學霸 對不對 你考取他14億人口 能夠這麼多家公司 他能夠競爭出來 他當然有優點嘛 我自己內斗的時候 就要很多優點才能活下來 那國際市場那些懶得不搞的 對啊 那你跟他怎麼鬥 問題就在這裡 我補充一下固態電池 我們當然都對固態電池 懷有充滿了期待 那固態電池是由Toyota推出來 他們想要用這個 來跟中國大陸很成熟的 這個磷酸離鐵的 電池的市場競爭 那中國大陸也極起之追 不過平常心裡講 我們看得到的未來 固態電池要取代磷酸離鐵電池 還有一段距離 為什麼 價格 價格以外 也許有人可以忍受價格 它有一個大家說不出口的困難 就是說它的故障率 電池的故障率 只比磷酸離鐵低一點點而已 那它最大的問題 它只要故障 產生了爆炸威力 是磷酸離鐵不可想像的大 安全的問題 對 安全性 就有點像把一個 很難點燃的炸彈放在車上 可是你只要點燃怎麼辦 這個是一個 大家說不出口的 技術上的難題 因為我的朋友開一個公司 我其實他就是在做 磷酸離鐵 也在研究固態電池 他說要把它商業化 他說唯一的地方可以用的是誰 軍方 不怕爆炸 裝在掃雷車上 是喔 因為畢竟三大公司 他們也都 對 他們就 決定都要量產了 一定是有市場 不是 還有那個 輕能的也在競爭 問題輕能已經卡住了 日本人自己卡住了 對 有時候商業化就是 不曉得哪一款會突破 對 剛開始 比亞迪也搞這種磷酸離鐵 大家有一堆質疑 充電樁的問題 那磷酸離鐵 隨著氣候變動 老是有時候不太容易發動 會起火 固態電池是不管 什麼溫度 什麼氣候 都很容易發動 那磷酸離鐵就比較笨 他沒辦法 可是笨孩子 有笨孩子的好處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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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在這裡 所以你也知道 在製造電池工程師 每天都困擾 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那我開固態電池 要不然一次就掛了 就掛了 那個燒燒的皮膚燒傷 你知道有多難搞 我要補充一下 我最近看到就是 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 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因為比亞迪王傳福 他1995才創業 他2002年當了全世界的電子大王 他才開始跨境汽車 他2007年的時候 第一次的汽車展 他塗抹不均勻 別人都在笑他 可是他15年的打拼 他現在是全球汽車大王 你知道我這感觸是什麼 你知道嗎 如果王傳福一樣的人 你在台灣 你能有這樣成就嗎 15年 慈小 比亞迪帝國 那個餘養的也是小 我們有句話叫做 良情折術而欺 當你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人才的時候 你真的要把你的志向 放在那個大國 就是大陸那裡 那裡才能夠讓你一展長才 你在這裡真的就是一個小池子嘛 你講的就是那些歌星就懂了 對啊 今天我還在說 我真的是感觸 台灣的藝人 我說我最近都在看抖音的短劇 大陸你知道抖音 現在大家已經不看什麼短影音 現在中國大陸大家都在看短劇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只有大明星會演戲 很多素人都會演戲 會寫劇本啊 中國大陸太多新的東西了 我退伍到今天24年 王傳福創業 我看還沒有24年 沒有沒有 你想想看 如果我退伍下來 在台灣就開始努力做 這個商業電動機車會怎麼樣 建長跟你報告 他也是從公家機關退休開始做的 你現在這樣努力還來得及 你比我還年輕 我再給你15年 各位這叫什麼 這叫中國速度 中國發展之快 而且呢 這其實要有創意之外呢 就像蔡博士說的嘛 你要有一個龐大的祖國推著你 對 你想 50年前的美國號召是什麼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對 都是機會 機會之墊 現在風水使人轉 到東半球這邊來 是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印度 最近有很多的消息 印度未來跟中國的經濟 是有辦法 真的是經濟大爆發嗎 會成為星星的一個亞洲亮點嗎 蔡博士您怎麼看呢 這是亞洲開發銀行 最近公佈的一個 亞洲發展展望 他點名說印度 經濟會爆發成長 在亞洲星星亞洲國家當中 我在想 他說星星亞洲國家 是不是沒有跟中國PK 對 他說今年明年 經濟成長率分別是 今年7% 明年7.2% 高盛認為呢 2027年印度 會有1億人的年收入 可以超過1萬美元 但是印度的智庫全球貿易的 研究計畫發展報告也是 印度人一邊嘴巴上在抵制 中國的東西 但另外一邊呢 又很愛買中國的東西啊 2023到2024呢 中印雙邊貿易額 1,184億美元 印度對華出口跟進口都有增加 出口額是 增加了8.7% 進口額是1,017億美元 同比也是增長了3.24% 那印度經濟時報 裡面就講到買什麼呢 印度進口電子產品 通訊設備還有電器 898億美元 那中國大陸的份額 就達到了43.9% 就等於印度進口了 近一半的電子產品 叫做Made in China 這個是中國模式拷貝版 啊 中國模式拷貝版 中國怎麼起來了 第一個吸引外商 第二個基礎建設 說穿的就是 吸引外商產生龐大的效果 不是像那個越南 那個菲律賓那渣渣夫婦的 吸引外商 然後這個基礎建設 真牢牢實實的 去把基礎建設給送出來 這兩個是中國奇蹟的 最重要的兩大支柱 當然還有別的啦 因素啦等等 那這兩個最大的基礎 如果說到中國去投資的 10加島9加誰去啊 對 沒有啦 然後這個中國的基礎建設 如果像這個越南說什麼 蓋個橋都會中間斷掉了 那這個就別提啦 對不對 那中國就是因為這兩個 發揮強大的作用 所以使得整個百工百業 一直都在這兩個基礎上 不斷的擴大 印度現在的經濟發展 你問他7%哪裡來的 對 就是靠這兩招 一方面當然是美國 也想要拉拉這個印度 就鼓勵很多美商去大陸投資 那這個中國的企業 到那邊投資也很多 也很多 我們當然前段時間看了 比較爭議的什麼小米等等 但是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很多中國大陸產業 都到那邊去投資 所以吸引外商它小有成就 這一點不能否認 所以它的出口產業也開始 不然以前印度 你要出口家裡嘛 能夠出口咖哩 能夠出口多少 就有限嘛 所以開始有一些機械啊 電子產品啊 還有它最強的醫藥 生技 醫藥 很多人可能不曉得 我們當時打了AZ 全世界產量最大在印度 所以它的醫藥幫很多全世界代工 他就學這個台灣 中國大陸發展出來代工的概念 就是連醫藥都幫得到代工 連什麼東西呢 連這個要做人體試驗的話 印度人口最多也提供最多了 所以這個行業就因此 在出口行業跟基建 那基建啊 因為印度的馬路啊 道路的鐵路都很落後 非常非常落後 所以它就有很大的空間 然後就吸引了很多外資 跟他們自己政府合資 就開始來做這些基礎建設 所以才有這個 但是以他們的品質 你說要一直維持這個成長速度 很難耶 我覺得是很難 因為什麼 因為即使中國這個政府啊 自己是因為政府的效能 相當的強勁 所以可以克服很多很多 這個廠商所面對的生態的困難 這樣才能夠維持這麼一個 即使在美國打壓底下 新冠疫情底下 還有房地產的一個困擾底下 都還能夠維持得住 但是這個模式 其實印度不是最成功的啦 誰最成功呢 愛爾蘭 在北愛爾蘭內戰剛結束 愛爾蘭的GDP很少啊 現在愛爾蘭的每一個平均GDP 10萬塊美元 愛爾蘭那麼多人可以搞工業啊 他就是對歐盟全部開放 他叫歐盟要全部開放 全部開放 那北愛爾蘭以前打成什麼樣子啊 GDP成長率20年0 你看過這種國家嗎 20年0耶 他就不成長 本來是負的 為什麼會變成0呢 因為南部愛爾蘭送一點東西 英國送一點東西 所以維持在0 沒有負 沒有負的 是這樣子的 那現在呢 他完全對歐盟開放 你要投資外商一大堆 基礎建設 歡迎各國來投標 BNT 那時候那個 那個所謂的 那個BRT啊 做了一大堆 做了一大堆 這個就是什麼 中國模式的什麼 升級版就是愛爾蘭 因為他比中國還晚做啊 他比中國模式差很遠 我講愛爾蘭 我講的是印度 愛爾蘭是因為再加上 有個歐盟在後面加 加 加持 很多廠商在英國 法國 或者德國混不下去 跑到愛爾蘭都蒸蒸日上 連美國許多大公司啊 為了節稅 像那個Microsoft Facebook 都把一些財務操作公司 全部都搬到愛爾蘭去 設在愛爾蘭啊 對啊 所以前段時間 美國總統不是說我要抓稅嗎 講的就是愛爾蘭 那愛爾蘭反正就是 好不好 隨你變 就是他也不用管 就是歐國去跟他談 那他做得最成功就是 他在愛爾蘭把治安做得非常的好 這個就是歐洲國家 很多國家做不到的地方 可是問題治安在印度行嗎 治安在中國很行喔 對 天眼耶 對 你把這個什麼 基礎建設做好了 你把這個外資吸引來了 對 不如你把 如果你沒有把治安搞好 就沒得唱了 那因為北愛爾蘭 那邊打過內戰打了好久 很奇怪了 那種保鏢技術比北安高很多 所以他的治安效果非常好 印度有自己的天花板打不破 印度的治安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幾年 可能可以看到龍景 可是他的瓶景 應該很快就會碰到了 那最後一點時間 我趕快幫大家來謀一下福利 再問一下 因為最近有一個報導 貨幣戰爭的作者瑞卡茲 他這麼說 金價還有可能有天價之高嗎 他認為可能會突破 每盎司27000美元 央行可能被迫回歸金本位 他說的是兩年後 現在才2400塊 你要叫立將軍賺翻了是不是 立將軍不嫌疤進場了 這麼厲害啊 沒有 他說聽我話 回去就趕快買給他順利 那你有沒有早不跟我講 我在這邊講過好幾次 那你不理我啊 那我們就問嘛 有可能嗎 現在2400有可能到2700 這兩年內我覺得太樂觀了 我不抱那麼大的期待 有幾個原因 因為有些國家會把手中的東西 給賣出來 黃金會賣出來 中國不會賣嘛 美國不會賣 不過俄羅斯會賣啊 南非會賣啊 這是比較麻煩的 還有掌握在這個 以色列手中的那幾家猶太的廠商 在倫敦很活躍的 難講他不賣出來啊 前一段時間就逢高 他們調節就從2400就掉2300了嘛 但是長期看好 可是速度會這麼快嗎 我找不到一個理由的根據啦 理由根據 不過這個 除非又打仗 他說他的 我建議人家買什麼 我會比較謹慎 我說現在黃金可以賣一點 轉去買美國政府公債 有沒有可能美元崩盤 就是美國崩盤 不可能 我知道很多中國大陸 很多的網紅作者都講 把美國描述的多危險啊 會崩盤啊 美債將近35兆美元 沒有錯 數字很龐大 四字 可是你要知道嗎 他比起他的GDP規模 還比日本低很多 你要這樣打算嗎 你不要過來想 對 日本看著 對啊 比如講一個例子 中國大陸的國債加地方債 現在以及最近所發行 加起來將近中國GDP的100% 但是美國多少 美國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突破140啊 所以 那日本多少 200啊 你要這樣想啊 日本是200啊 所以純粹從數字來看的話 不去看他的底盤 除了他哪一天GDP萎縮 可是以目前狀況 美國GDP 所以不至於萎縮 等多停在那邊而已 所以還夠這些敗家值揮霍個幾年 不成問題 最後兩分鐘的時間 我要請教帥將軍 剛從大陸回來的帥將軍 對中國大陸的這個經濟跟景氣 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因為最近有個消息 中國今年前四個月 存款居然減少了 大減人民幣3.92兆元 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代表者 不是大家存款少 是大家肯花錢了 反映大家居民的消費信心 旅遊的意願 光看五一天啊 這個長城全是人啊 您覺得呢 最後兩分鐘 這個大陸軍 以前是擔心通縮 老不行都把錢存在銀行 所以中國大陸 有全世界最大的銀行 對不對 不捨得花錢 那這個數字就代表什麼 我到大陸看了就是 基層的鄉村 農村 我老家是一個農村 現在也改變了 它有建設了 馬路也修了 打工廠也鋪成水泥的 房子也經過統一的 屋頂全部換了 那空屋也很多 因為什麼 農村的很多牢裡 跑到都市裡去了 對 所以到都市它就產生了消費 因為大陸前一陣子 不是房地產垮了嗎 很多爛尾樓嗎 那現在爛尾樓 它政府也在處理了 就是說怎麼樣放低 這個貸款的 那個債務的這個股利 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融資 那換句話說 國家在接手這幾個 房地產的問題 就像地雷一樣 現在在處理 安老百姓的心 對 所以我在看它的餐館 不管大小餐館 對 消費的人很多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它通縮的危機已經處理了 第二個 剛剛你講印度一萬美金 嗯 你知道新加坡老百姓多少 八萬美金 哇 八萬 哇 他的一萬美金平均才 台幣兩萬五千塊 對 現在台灣的最低工資都四萬多了 嗯 所以印度因為現在開始做基礎建設 已經來不及了 嗯 所以印度速度遠遠比不上中國速度 比不上 謝謝我們三位 好 張軍艦長 還有我們的博士來到我們現場 氣得按讚應援 拜拜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可能確保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竹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